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新竹香山有一家南洋料理小馆 很多人是为了他们的手工甜点慕名而来 来自印尼的老板娘说 小时候家里是开甜点的 所以现在拥有一身的好手艺 像这款最拿手的千层派 得用手工一层一层的烤到第二十二层 这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口感才会又弹又嫩 充满了浓郁的蛋香 另外这款三色的塔兰娘惹糕 老板娘说完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 口味吃起来香甜交错 很有南洋风味 走进这家南洋餐厅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摆在柜台旁 各种口味的千层派 还有五颜六色 成分却很天然的娘惹糕 光看就令人垂涎成了餐厅主打 而这些南洋甜点都是印尼老板娘 姚燕丽和女儿一起做出来的 由于小时候家里开甜点店 每个南洋甜点都充满她的儿时回忆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做甜点类 这些就是把我们养大的 帮忙的时候如果没做完是不能去上课的 所以也是蛮有意思的 而嫁来台湾后她偶然吃到一块千层派 发现并不是记忆里的滋味 就萌生了自己复刻的念头 但是南洋的千层派传统做法要烤到22层 复杂的工序可是难倒了摇曳力 有一次就是烤的就是不熟 没有熟 就是差不多三分熟 差不多一切下去的话 它的油是滑下来的 我就打电话回去南洋问我妈妈 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讲 它的步骤要怎样怎样做 烤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温度 那如果火太大也不行 火太大它也太熟了 所以我们千层市已经差不多是五分熟 好几通的越洋电话 和丢掉无以计数的烤派 姚燕丽用时间和经验累积 终于做出理想的南洋千层派 让他迫不及待分送给左邻右舍 但少见的南洋口味 一开始却遭受到回绝 就是做了一盒 送去我们台湾人一个伯伯 我说伯伯这是我们印尼的千层 我请你送给他 他说不不不 我们不吃你们印尼的东西 那时候我就想 怎么这样子很好吃呢 南洋人的热情和乐观 让姚燕丽不感到气馁 反而下定决心 要做出受到大家喜爱的甜点 现在来客地点的原味千层派 散发浓郁的蛋香 还有香甜的奶油味 而纯手工的弹嫩口感 让人吃多也不腻 吃起来就是他奶油 跟他的面粉 还有鸡蛋味道还蛮重的 混合的起来就是吃起来 也不会太甜 和客人介绍正店的娘惹糕 让姚燕丽回想起当初 沿用南洋加色素相经的做法 摆摊试水温却没有好评 那么鲜艳 是不是用色素我倒是 二次是我们不要 他说不要 他说不要 对 我想说 我想这个东西是很好吃的东西 那应该可以改吧 于是他自己研究 运用天然食材 来自然调色和调味 做出在印尼 有三色意思的塔兰羊热糕 比较传统的就是椰子糖 就是原味然后香兰 我们印尼基本上 他们在南洋是早上是吃娘惹糕 吃粿 就是蛋糕把它当早餐 简单吃的印尼式早餐 要制作却很不容易 得耐心蒸煮超过22层 你要抓它的几分钟几分钟 比较三分钟你就三分钟 你蒸五分钟它也OK 可它蒸过头去它整个是胖起来的 得一直守在火炉边把关 用耐力蒸出来的塔兰羊热糕 棕白绿的塔兰间层 是天然的椰子糖 树鼠淀粉和香兰叶 能让人放心大口吃 甜嫩爽口又清香 吃来层次丰富又Q弹 就觉得很清香啊 吃到嘴巴里头觉得 回味无穷 非常好吃 而且它很Q QQ的嫩嫩的非常好吃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南洋的棒蛋糕就得加入南洋柠檬叶 我们的柠檬叶就是有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香气 它除了柠檬的香气 它有很就是很清香 它有清香 我们切到要切得非常的细 然后最好是我们拿到这个柠檬叶 是有机的 我们用的是会有机的 一定不含农药的 你才可以切进去 把南洋柠檬叶和面糊均匀融合 烤出清香的棒蛋糕 再淋上南洋荆棘霜 各种爽口的元素结合 湿润绵密的蛋糕体 可以看见细碎的柠檬叶 一入口三香中蘸发清甜 和表层的荆棘糖霜完美结合 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棒蛋糕 就是一般的棒蛋糕 它的味道可能比较重 然后这个棒蛋糕吃起来还蛮清爽的 而且上面有糖霜 我觉得还蛮特别 南洋的米苔木有着特别的名字叫钱多 姚燕丽也是用天然成分手工制作 我的那个钱多它有一点一点 是我们把那个叶 它碎的叶把它直接也是加进去里面 所以这吃起来会更健康 几成长条状冰镇后 再搭配西谷米就是白色粉圆 还有仙草以及雅达籽 就是雅达树的果实 再加上椰奶搭配成甜汤南洋珍宝 丰富配料就像满碗珍宝 吃来爽口不甜腻 吃起来完全没负担的甜点 它是加椰奶 然后它其实椰糖的方式 然后所以它不会太甜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滑顺 它吃起来跟台湾的米苔木 比较不太一样 它台湾米苔木可能就是 比较难咬断 对 它那个吃起来比较顺口一点 在新竹香山开店两年 摇曳利用记忆里的美味 让许多台湾人吃了意犹未尽 每到营业时间总是人潮满满 客人给予的支持 让他更有信心坐下去 期望能让更多台湾人 吃到南洋甜点的美妙滋味 我们下司请松菜 发 dart Todos 按订阅 大 严汉 大